經過一年多的疫情 香港人多了在家做事 多了在家煮食 零食就真的吃多了 但米、油和這些都買多了 究竟主公零食的品牌 怎樣把握這個商機呢? 我們疫情和非疫情的話 價錢不變 我們沒有加價 所有東西在他感受到的 他過來一直都知道我們沒有加價的話 可能疫情後都會想起我們 我們是良心一點 可能價錢是適當一點 希望他疫情之後會繼續回來 未來一年是做好基本管房 Billy堅持店內貨品不加價 為了迎合市場對糧油雜貨的需求增加 糧油雜貨佔比由過去15% 升至超過20% 同時增加凍櫃、銷售急凍食品 部分門店還有售水果、雞蛋 他希望顧客可以在店內買菜 解決一日三餐需要 因為疫情這個問題 很多人家賣的貨品都會開始轉變 可能以前不買那麼多急動貨品 一些糧食用品不會儲那麼多 但經過今次之後 我們都要引入多些人生 可能是一些糧食 不要只入一份 可以入多幾款選擇 759阿信屋為了增加銷售 維持商品價格穩定 增加日常用品和糧油雜貨的佔比 增加同類貨品的款式 疫情下店舖租金下跌 該公司計劃開設新店 選均在住宅區和人樓暢旺地點 Billy強調 疫情下要保持運作暢順 最重要是齊心 在疫情下我們可以怎樣做 就是上下一心 上下一心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好像有店舖 也會受到疫情影響 店舖員工不會說 他就會不想上班 店舖的銷售也影響 他會不想上班 他的生活的人工 其實他也覺得 為公司付出多些 緊張所有課程 會令到他自己的生活都很久 Billy說 去年有分店員工確診 部分員工要隔離 店舖即時關門進行消毒 為了協助受影響門店服業 其他門店員工自願幫忙 他為了加強溝通 管理層和各分店設有群組 員工也不需要擔心開工的時候 錯過疫情資訊 我們公司本身好處 會有很多資訊意見 好處店舖 小事去到顧客也好 收銀機也好 我們整個公司所有人都會清楚 今集聯商有計 疫情下一加價級回投客 租金下跌 趁機擴張